在《彌陀经》里头 经文有这么几句经文 说祈福过度 就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上五悟道之民 三悟道的名称都没有 何宽又是 也就是说 极乐世界 听不到畜生 默鬼 地狱 这些名字 名字没有 哪里还有这些事情 极乐世界有凡神同居图 凡神同居图只有两道 我们这边是六道 它只有两道 只有仁天 阿修罗 无鬼畜生 地狱 童童没有 经上讲的本有鸟啊 那些鸟呢 经上识得很清楚 都是阿弥陀佛 那些鸟会讲经 什么经都会讲 你喜欢听什么经 他就跟你讲什么经 都是阿弥陀佛 变化的 不是真的 出生到我 所以变化 所措 佛仪这个山桥方便 变化这些鸟 来说法 凌峰大师 欧业大师 我们镜头说 镜头中第九代的祖师 更有妙节 他解得很妙 这叫阿弥陀金要解 弥陀要解月 这假设个问答 问 伯鹤的 分以卧道明也 人提出就问 有伯鹤 恐求 因福 学历 那这不都是 你出生吗 这不是卧道明吗 答 既非罪报 它是阿弥陀佛 变化出来的 不是真的出生到 所以 这一一名字 戒权 如来 究竟 共等 所谓 究竟 背后 无非信得 每天 起 我名字 说得好 阿弥陀佛大师 有智慧 这个意思 下面念老 给我们讲 的精明 先举进 比过 常有种种奇妙 杂色之鸟 背后恐求 因福设利 加林 贫且 共鸣之鸟 有这些 在极乐世界 到处都看见了 他们都在说法 那为什么 佛说法 见到佛 一定很严肃 坐在那里 站在那里 规规矩矩的 不敢轻慢 如果鸟受法 那就轻松多了 你可以很自在的 站在那里 享受 这是阿弥陀佛 无比 殊胜的 方便 所以善巧方便 这我们要干干 那 郭 贺问 比过 既有 伯鹤 伯鹤 等了 在伯鹤之名 其非 物报之名也 这就是要解上 假设这个问题 提出问题 那要解大悦 经验 如物为此鸟 是世罪报所生 它不是真的 它不是 不是罪报生 我们这个地方 出生到 是造了出生到的罪业 才躲在出生到 极乐世界不是的 那些鸟是阿弥陀佛 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应以什么神得度 就献什么神 善巧方便 道就尽处 所以大佛书 不贺 等 既非 罪报所生 这其家民 也非无名 那 施诸鸟等 借如来 信的 所信 是从如来 信的里头 变化出来的 也可 实为 无名 怎么能 把它看作 是出生的名号 这要解 说得好啊 施诸名字 都时 称信 而现的 下面有句 关锦的例子 关锦云 如意诸王 涌出 金色微妙光明 其光化为 不饱 四鸟 关锦上 也有这个例子 有 种鸟 这些鸟 是 如意诸王 微妙光明 当中 变化出来的 不是真正的 出生的 可见 极乐 一报 真报 昔世如来 古觉 之处状眼 世诸 中流 解释 阿弥陀佛 变化 所作 彼土 去极乐世界 一丝 一相 一尘 一鸣 无非 中道 它是 从发现 变现出来的 所以极乐世界 人的身 是发性身 过土 是发性土 跟我们这不一样啊 我们这条人生 是怎么回事 阿赖耶的相分 发现而神 我们居住的环境 我们居住的环境 整个宇宙 无量无边的星球 通通通通是阿赖耶的境界下 假的 不是真的 阿赖耶是有生有名 所以整个宇宙 我们能看到 听到的 能闻到的 能接触到的 全是阿赖耶的相分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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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